本以为大一哥儿子儿戏离婚之后 关于他们家的事情要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没想到陈亚南最近有参加采访 就是重提想要博取同情 他更是毫不掩饰地表示出自己对大一哥一家的不满 还公开叫板主持人禁闭 结果连浮出水面的大一哥都遭受牵连 之后陈母也为女儿打抱不平 惹得大一嫂是泪流不止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1月1号在陈亚南跟朱小伟离婚之后 陈亚南也主动地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他之后更是表示其实自己跟朱小伟之间没有矛盾 只是朱小伟每天不上镜不学习 每天只知道玩手机 所以自己才会督促他让他多学习 而且陈亚南表示自己是为了朱小伟好 毕竟父母的钱是父母的 朱小伟不能一辈子啃老 但是没想到自己的一片苦心 却被有心之人利用 之后更是在网上添油加醋制造两人的矛盾 陈亚南更是表示当初他跟朱小伟结婚后 这么爽快的辞职是因为大一哥曾经给他做过承诺 答应他两人结完婚就让陈亚南去县城上班 但是之后大一哥却没履行承诺给他安排工作 所以他迫不得已才进行直播的 两人的离婚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但是陈亚南依旧咬着不放 声称是大一哥一家有问题 还表示大一哥一家只听信了网上的谣言 就对自己态度非常冷淡 还内涵自己的婆婆 表示在自己主动回家想要和好的时候 但是自己的婆婆对自己确实非常冷淡 从头到尾都没有理他 而且也不告诉他哪里错了 哪里需要改正 自从之后陈亚南也表示自己才先喊了 所以决定结束跟朱小伟的关系 之后陈亚南更是公开喊话 山东电视台的主持人金斌 要知道当时对方曾经称呼陈亚南为现代潘金莲 声称陈亚南对大一哥一家使用完就换皮皮真厚 虽然当时主持人说的话有些许的夸张程度 但是大部分的分析都是有理有据 金斌的话也是引起一众网友的叫好声 但这样的用词也让陈亚南遭受了不少网报 之后陈亚南表示自己 作为主持人金斌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在网上看了一些新闻就对自己这么指手画脚 对此也是非常不满 所以陈亚南在这次采访中也是向网友大吐苦水 在镜头面前更是难言背上非常伤心的哭了出来 还表示这些人根本都不知道内情就一味地侮辱自己 诋毁自己称自己为现代潘金莲 之后陈亚南也以待往日的形象 表示如果以后再继续被网友肆意污蔑 那他就采取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之后陈亚南的母亲出来质问网友 他表示自己的女儿到底做错了什么 能引来网友这么多的蛮骂 还说陈亚南现在每晚都在被窝里痛哭 还希望大家能够放过自己的女儿 视频中陈亚南的妈妈看着也是满面愁容 非常替自己的儿女着急跟心疼 而很多人说陈亚南跟朱小伟离婚的和主要原因是 陈亚南跟榜一大哥出去玩了七天 所以才找个理由把朱小伟送回朱家的 后来被朱小伟一家发现后大一个一家才对妻态度大变 而之后陈亚南直播间的榜一大哥也出来澄清了 这个被大家传得沸沸扬扬的榜一大哥 原来并不是网上说的某地的富二代 而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大叔 这个大叔看着脸上的皱纹应该也有四五十岁了 而大哥也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跟陈亚南见过面 网上这些消息也是无稽之谈 之后榜一大哥也表示关于这次陈亚南直播被封 他也希望广大网友可以放过陈亚南 他只是一个小姑娘很多人调侃榜一大哥也失重口味 很少能见到五十多岁的追星族 不过尽管榜一大哥已经出面澄清 存在于陈亚南身上的争议也没有停止 而陈亚南的直播事业也受到了重创 他前段时间在直播的时候不到一小时 就卖出了五万单的商品 但是过一会陈亚南的直播间就遭遇了退货潮 在他直播间下单的网友在购买之后 就找各种理由退货 而之前陈亚南也表示朱楼村有股强势力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自己说什么都是错的 而这个强势力很明显说的就是大一个的团队 因为自从陈亚南跟朱小伟的感情出现危机之后 村里的人各个出来主持公道 舆论一边倒地想要打倒陈亚南支持大一个 所以之后陈亚南的直播事业也是寸不难行了 对于此时你怎么看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